比較重要的部分就剛剛講U-Case之外 另外就是說這個中文部分的話是小於0 偶爾關鍵地方 程式部分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可以再比對一下 如果有出錯的話 待會的話我們把它切到這邊來 我把它一樣放大一下 我現在不是算幾個 而是我要留下 比如這裡面有數字幫我搬過來 有英文搬過來 有中文搬過來 就是把它們分割成三個不同類型的資料 那個類型資料的話 就按照這個數字英文中文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拿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那最大的關鍵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counts counts是所謂的累加 就是幫我把那個數字加完1之後放回去 有沒有 有點加1 有加1加1 有沒有 投票一樣 1票2票3票 那如果我說我現在不是要加1 不是累加 而是要把那個滯留下來的話 該如何做修改 其實我講過了 其實最難的就是第一段 其他就是用來拿剛剛寫完的來改就可以 但是剩下來就是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如果你會知道改哪些地方 後面程式就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步我把這個程式拿來複製一下 第二部分的話把它貼在裡下 這個的話就是把它改成叫做留下數字 OK 這邊我把這個sup名稱稍微修改一下 把它改成留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規則 那我們是什麼 如果一樣範圍 這個地方 這個我就不要叫counts 因為我要留下 所以就不是counts等於0 而是我要得到那一串的文字 所以接下來我就把counts等於0 改成s 等於沒有東西 沒有 這個沒有東西 就沒有字串 這個文字沒有文字的意思 也就是說以後的話我就把那個字 串在這個s變數裡面 最後再輸出 而不是輸出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把counts改成s 接下來的話 如果它這個字 假如是大於47 而且是小於58 表示是數字 這幫我留下來 所以下面這個部分的敘述 就是把那個字留下來 那個字最懶的地方在這裡 如何把那個字留下來 所以特別說 s等於 s自己本身 在空一格 end什麼呢 串接那個字 那個字是哪一個字 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那個字就是 把那個字md 就是這個字 因為我其實 比如說我放e 應該用這個例子 假如我先把e拿過來 實際上e 就是透過什麼 做這個md 這個md e拿過來 有沒有 那我要把這個e 留下來的話 那我就是把這一串 放到哪裡 放在end後面就好 end原來是沒有 就是1 有沒有 所以第一支e留下來 所以s裡面就放什麼 放1了 那下一次的話呢 2是不是2也是 就串到後面去 所以這個叫做文字的串接 剛剛是數字的累加 看著你可以把它視為累加 這個叫串接 所以再來就5 有沒有 125 125這個文字有沒有 最後再輸出到 我們這個儲存格 那就125了 OK 所以特別說 第二個動作就是s等於什麼 send 這個哦 複製過來 關鍵的地方就這個哦 send的那個字 懂的意思吧 這邊是這一題裡面 應該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應該算是同學最容易理解 OK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把這個s輸出 好 乘4就大功告成了 就基本上改哪些地方 這個名稱改一下 然後還有改哪個 改s 有沒有 send 這個字 這一個有沒有 把它搬過來 然後輸出 大概這幾個地方 還有嗎 還沒有 OK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 如果ok的話 執行 有沒有 大功告成 那再來 英文怎麼做 一樣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如果你那個 可以改得出來 英文部分呢 也是同樣的邏輯 那中文呢 也是同樣的邏輯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把那個數字的累加 改成文字的串接 那VBA程式裡面 這些都是經常發生的 OK 經常發生的 文字累加 數字累加 文字是串接 串串串串串串 一串 那累加就加一加一加一 OK 所以這些都是還蠻常遇到的一些狀況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留下數字ok 再留下英文 再留下中文 大功告成 所以 以前如果你不會這些方法的話 那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氣 去做土法令剛 那沒效率啦 而且 其實也沒有意義啊 現在職場上面說真的 可能慢慢上班族也要面臨到一個挑戰 就是 所有的資料量都這麼大 你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樣 用那些土法令剛的方法在做事 所以以後 真的在辦公室裡面 好像不會有那麼一點 用那麼一點程式的 可能真的慢慢還是會被淘汰 因為比較之下 你會發現你的效率實在太低落了 OK 並不是說你不認真 也並不是說你在偷懒 而是你需要再學習 所以很多人沒有那種危機的事 很快 在工作上面 自然就會有一些 這個 這個要擔憂的部分 OK 試一下